好 嗨 大家好 我是政大外交系生大三的全運期 然後我平常就是喜歡接觸一些外交啊 還有國際事務相關的領域 大家好 我是Eric 然後我在挪威組是擔任翻譯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些社群的觀察 那我之前到 之前在奧斯陸大學當交換生 嗨 大家好 我是提信華 然後我是陀威盧組活動組的志工 然後我現在是政大外交系三年級的學生 我叫怡雲 你如果記得怡雲通通的怡雲 你就會記得我的名字喔 然後我目前剛畢業一兩年 然後在一間教育基金會當PM 我叫郭惠璇 然後我是今年六月畢業的 然後畢業台北商業大學 嗨 大家好 我是怡婷 我在菲律組織工作 我為環境議題做努力 我叫林育成 然後現在大學生 台大政治三年級 嗨 大家好 我是魏思琳 那我就是個上班族 大家好 我是映成 然後我現在是在台大念經濟系 準備要升級 我大概是一年多前兩年前的時候 聽到加油的演說 那是個蠻大型的公益論壇 有很多很不一樣很有趣的字符 但裡面加油給我的印象就非常深刻 第一次知道說有數位外交啊 這種攝取媒體 然後可以有這種國際空間的一些炒說 我覺得蠻有意義的字符 所以印象都很深刻啦 所以都在臉書上面設盤一直都有follow 那我知道就是說 大概半年前的時候 知道有土挖爐這個專案 聽起來超有趣的 因為我以前其實有在太平洋上面的小島國 有當過海外職工 就蠻懷念那種生活 那覺得說原來在台灣還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這種土挖爐的一些在這邊的留學生啊 或者是有些議題有些連結 非常有興趣 所以就幫我們參加主工 差不多去年的時候 就是有參加 在就是講韓國branding上 就整個IG上面事件的那個工作坊 然後再加上我之前蠻久 我蠻久以前就已經關注 書外交這個粉專了 然後我自己也蠻認同這個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 參加完那個工作坊之後 我就想說 欸那既然說外交是一個 門檻很低 然後大家都可以一起做的事情 那時候大一馬就想說 那我就來進來當然看志工 然後一起為了就是台灣做一點貢獻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因為科索沃的計畫 就覺得欸還蠻有去想知道說 這個怎麼是怎麼促成這件事情呢 因為有在關注這個報導 只是很好奇 這個心路歷程是怎麼發生的 然後那一側工作坊 我覺得也非常有趣 我們實際就是帶自己的筆電 然後我記得是搜尋 你選擇了一個國家 我們那時候是選擇了土耳其 然後針對這個國家去想說 可以怎麼用它的媒體社群去瞭解 這個國家的人關係是什麼議題 我覺得非常有趣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數位外交協會 是在加油的演講 他來政大演講 然後那時候我就對於數位外交這個詞 就感到很新奇 那後來之所以會加入是因為 就我念外交系到大二了嘛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想要試試看 除了官方的正式外交之外 外交還有哪些可能性 所以我就想說 來數位外交協會看看 我是國際學生自貢專案的主業 然後我覺得這五個月最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們實際從 可能原本沒有認識那麼多的國際學生 到慢慢建立起我們自己的community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酷的事情 因為我當初想加入 也是因為想要再認識更多 在台灣的外國人 然後我們在這五個月有做一個 跟COVID-19有關的訪談 然後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 因為是可以實際看到大家 認識不同 來自不同國家的人 然後我們就齊聚一堂 然後一起來拍攝一個非常 就是跟時事非常相關的一個訪談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可以聽聽大家對於 不管是在台灣防疫 或者是整個全球防疫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我覺得這是一個印象非常深刻的活動 我是挪威組的 然後基本上這五個月來 一開始當然就是先研究 我們還是必須要先了解人家 然後我覺得其實在研究階段就蠻有趣 你就會看到很多 你可能以前沒有了解到挪威的部分 然後中間我覺得 我們最大的活動就是那個國慶的活動 那其實在國慶之前 我們也多多少少做了一些 就是跟他們建立關係的那個小活動 那我覺得其實過程都還蠻有趣的 我是土阿如族裡面的活動族志工 然後覺得最好玩的就是我們去拍了一支街訪 然後就是本來我只是做道具 但是後來又就是被推到去訪問 然後覺得訪問超好玩的 但是因為我算是蠻不會講話的 所以中間就超爆尷尬 然後很多很白癡的事情 然後之後剪出來就很開心是 一直蠻受到大家歡迎的影片 這樣我覺得就蠻有成就感的 有趣的是就是 因為那個會做粉專發文 然後組內的就會有 就雅雲會說要怎麼去哪裡找圖片 然後要怎麼製作那個圖片 所以我覺得 因為那部分是我之前沒有接觸過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比較有趣 就是五月十七在國慶在台灣的時候 然後就是當天就是很歡樂 然後很多大概二十幾個挪威人參加吧 最後就是那個對王室的照片 然後敬意 然後一起喝啤酒然後聊天 這樣活動很不錯 我對未來的期待應該就是還是希望可以像現在一樣就是跟很多不同國家的接觸 但是就是我希望可以更多然後會辦更多就是一起的活動這樣子 我會覺得比較有趣 因為下半年志工開始 我聽到這個消息 我馬上就說我還要繼續再當 非常期待 因為其實協會它觸角非常的廣 交的朋友非常多 然後會接下來會可能會不同的邦交國 跟不同區域的朋友 接下來都會有一些活動 那我是很期待說 其實多人是不一樣的朋友 然後讓自己下班以後的生活變更豐富 因為這一期我們沒有訪問到圖阿魯人 所以希望下一期我們可以完成這個任務 然後因為之後有國際生專案嘛 然後我們就會接觸到更多的外國人 那希望我們真的可以把台灣介紹給更多外國人認識 我覺得挪威因為可能真的相對來講跟台灣比較遙遠 然後我們其實在這幾次的專案裡面 開始發現我們跟挪威有一些共同的出處 或是可以連結的地方 那我覺得之後如果可以繼續把這一份 共同之處或是連結發展的更深更廣的話 我們相信我們會有更多跟挪威 不管是其他單位組織一起合作的機會 或是有更有趣的事情會發生 我非常期待就是接下來的下一半年 也可以有非常多不一樣可以體驗 像是有沒有機會再跟更多不一樣多元的國家 做一些合作 然後做不同國家社群的了解也好 或者是議題上的研究 甚至在如何學習開發等等 我覺得這是我還蠻想要了解的 就是說當志工嘛 當志工大家生活上面的安排 就是說做點平衡 然後希望是說算是志工 不會像是說比較在磁場 或是有老師在盯針也會有壓力 但也就是說 如果當報名當志工的話 其實也是一份責任 希望大家對於這個 有共同的一些想法的話 就一起好好帶大家一起加油合作努力 然後幫我們每個專案做得最好 這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協會 然後我們需要的是來自不同領域的人 因為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才有辦法去跟不同國家 或者是來自不同 有不同領域進去的人 可以去做交流 所以其實不用太多的一些 顧忌或者是很多擔憂這樣子 如果你是很喜歡突破你的舒適權 就是你很樂於跟不一樣的人交流 然後也很想認識不同國家文化的人 我就會覺得很適合加入這個協會 就是可以讓你有一種拓展視野的感覺 那對於未來還沒有 還在觀望的新的朋友 我覺得非常歡迎你們來看看 因為我覺得台灣是一個 我覺得我們是一個很值得驕傲的民族 我們不太一樣 在政治上或者是很多立場都不同 但是我覺得我們可以透過自己的軟實力 跟其他國家做分享 我覺得台灣在未來會是一個 非常值得驕傲的民族跟國家 然後很期待你們可以一起加入 因為我覺得這裡真的太好玩了 然後數位外交協會在這邊等你 所以就大家就歡迎一起加入吧 我們就一起做些好玩的事情 歡迎加入 數位外交的位組 所以如果你現在還在猶豫要不要加入 數位外交協會的話 不要再猶豫了 趕快加入吧 公主 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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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